在我国历史上能称为大帝的 除了秦始皇 汉武帝 还有一位来自北方不足建立的王朝 这位皇帝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康熙皇帝 又被称为康熙大帝 足以说明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作用 从史料上看 康熙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他平定三藩之乱 统一全国 但还有一件事 也成为后人对康熙皇帝的看法 这就是至亲傲拜 敖拜作为清朝顺治皇帝的四大辅臣之一 历经三代皇帝的敖拜既是元老又是重臣 为清朝的创建出生入死 祖上就是清朝开国功臣 而且手握四十万八七军 为什么敖拜甘心被秦 而不谋反 敖拜出身苏丸部落 是后今开国五大功臣之一费英东的侄子 敖拜长大后 跟随皇太极征战朝鲜 与明朝作战 立下无数战功 以敖拜的资历 又有军事能力 要想造反 把康熙赶下台当皇帝 完全有这个能力 顺治皇帝临终时 为了儿子康熙能顺利当皇帝 避免再次出现多尔滚这样 集权于一身的人物出现 他为康熙挑选了索尼 敖拜 苏克萨哈 厄比龙四人作为辅政大臣 也就相当于脱雇大臣 而四个人都很忠诚 也都是后今功勋家族出身 敖拜作为战功赫赫的功臣 手握军权 但他直到康熙抓捕他之前 都未想过谋反 其实还是因为他不敢反 如果反了 手下的八旗军并非听命于他 而其他三位辅政大臣的权力 即皇室家族强大势力 也会制约敖拜 因此敖拜对于造反一事 压根就没有想过 清朝自入关后 到康熙登基时 全国已经基本稳定 从清朝内部体制来看 虽然地少母状 清朝此时并没有真正的专权 敖拜即使想巩固自己的权力 也没有达到多尔滚那般显赫 而从敖拜的家族来看 是随努尔哈赤启事的一个家族 对爱新觉罗家族一直很忠诚 敖拜能成为辅政大臣 也是靠着其家族的荣耀和他的奋斗 敖拜即使权力再大 他也没想过去谋反 这是清朝初期 那些显赫贵族的共同想法 从敖拜的能力来看 武力值很厉害 但并不是深谙政治之人 说白了敖拜充其量 就是一个武夫 并没有宏大长远的理想 也看不透形式 所以以敖拜的能力来看 即使义势冲动反了 也会随即被杀 有人还说敖拜反了当皇帝 清朝历史就结束了 当皇帝有可能 但如果如果长期当皇帝 恐怕敖拜没有那个能力 那么敖拜作为清朝关外的老臣 而且是三朝元老 为什么康熙还要抓捕他呢 主要还是敖拜善权 想法治朝政 这是让康熙所担心的 当时为了康熙能提早亲政 苏克萨哈用了一计 他请康熙皇帝免去 他辅政大臣的职务 提前退休 苏克萨哈这样做 很显然就是冲着敖拜等人来的 苏克萨哈请求消权了 敖拜等人当然要跟着主动请辞 这显然让敖拜感觉不爽 因此 敖拜直接以 苏克萨哈要谋反的罪名 请康熙皇帝杀了苏克萨哈 康熙没同意 历史记载了其中一个片段 敖拜对于康熙皇帝没听他的话 当时就与康熙争执起来 而且直接扯住康熙的龙袍 逼康熙按他的要求去做 在敖拜为陛下 苏克萨哈被诛灭全阻 敖拜这一细节并非想谋反 只是想保住权力与苏克萨哈等人争权 但他凶向其对康熙的不尊重就犯了大忌 对敖拜的专权 康熙越来越感觉到危机感 他是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皇帝 当然知道历史上权臣与皇帝的关系 因此 康熙皇帝决定除掉敖拜 对于敖拜的专权 孝庄太后也想除掉他 因此 康熙抓捕敖拜后 给他列了足足30条罪状 康熙想杀掉敖拜 但后来年及对清朝做的贡献 并未杀死 只是让他在狱中自生自灭 清史稿记载 康熙晚年曾说过一句话 一级术师 朕若不言 无敢言之人 非朕亦无知此事者 我朝从政效力大臣中 莫过于敖拜 八图卢者 敖拜功劳显著 应给是之 康熙表扬了敖拜的功绩 虽然康熙皇帝晚年又提起敖拜的功绩 但康熙并未为敖拜平反 而且当时列的敖拜30条罪状 并没有说敖拜谋反 那为何康熙晚年并没有为他平反 而是临终时有交代 让儿子雍正皇帝为敖拜平反 雍正当皇帝后 赐敖拜祭葬 负一等功 世袭网替 雍正九年时 敖拜又被追封为超武功 如此看来 敖拜并非奸臣反臣 只是一个无脑的权臣而已 清朝皇帝最后对敖拜评价还是公正 康熙活着时没有为敖拜平反 而是重新对敖拜进行了肯定 这也是平反的一面 以康熙的性格 他当初抓不敖拜 就是因为敖拜冒犯了皇权 敖拜并不知道 康熙年龄小 但内心对权力欲望很强 不希望别人对其高高在上 因此 拿下敖拜是康熙性格所决定的 康熙晚年不给敖拜正式平反 也是面子问题 如果平反了 实际上就是康熙打自己脸 让儿子雍正平反 更合情合理 康熙少年秦敖拜这件事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只要知道康熙这个人 就不得不知道这件事 秦敖拜这件事 不仅是康熙一生做过的 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 也是开始康熙亲政的开始 然而康熙晚年的时候 对此事却颇为后悔 这是为什么呢 敖拜不仅是名门之后 还是开国功臣 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敖拜深得两位皇帝信任 曾两次成为辅政大臣 第一次是弗林继位的时候 后来弗林去世之前 又将康熙皇帝托付给了他 敖拜对清朝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敖拜是三朝元老 因此是朝中无人敢惹的存在 顺治地临死之前 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 分别为索尼 敖拜 苏克萨哈和厄比鲁 这四位大臣甚至还在顺治皇帝的灵前共同发誓 要尽心尽力辅佐康熙 然而事情总是事与愿违 他们四人并没有像誓言中那样同心同德 康熙继位之后 索尼在四位辅政大臣当中虽然地位最高 但是却年老多病 又有些怕事 因此对于正事并不怎么过问 而苏克萨哈 由于曾经笑忠于多而过 因此受到了其他三大臣的排挤 与敖拜更是仇敌 剩下的厄比龙又生性懦弱 敖拜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因此敖拜虽然并不是四位辅政大臣之首 却权力最大 把持了朝政 再加上皇帝太小 因此时间一久 敖拜就开始日益交恨 走上了专权之路 并且迟迟不肯归正于康熙 成为了康熙亲政路上最大的阻碍 因此康熙为了将权力握在自己手里 就将敖拜除去了 而且敖拜也是罪有赢得 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做了不少坏事 然而敖拜虽然专权 但是并没有谋反之意 他对清朝是非常忠心的 当初也为大清做了很多贡献 康熙少年的时候 年轻气盛 以心想要除掉敖拜 只是因为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但是敖拜其实罪不至死 因此康熙晚年的时候 对自己少年时的年轻气盛 感到非常后悔 甚至还想要为他翻案 但是还没有来的时候 实现就去世了 最后由雍正完成了他的遗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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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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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